10月26日第九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 将于26日至27日在广西南宁举行 论坛将围绕推进中国大陆与台湾两岸经济科技合作 加强两岸文化产业合作 深化两岸教育交流合作等三项议题进行了研讨 本期论坛的主题是 扩大交流合作共同振兴中华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于正生 25日下午在中国南宁会见了前来出席 第九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的 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吴博雄一行 于正生强调 两岸双方增进互信保持良性互动 是确保两岸关系发展方向正确 能够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双方对维护一个中国框架形成更多共同认知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才能巩固深化 要勇于排除干扰 推动两岸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吴博雄表示 五年多来两岸关系走出和平发展的道路 两岸关系的改善发展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责任 我们将继续努力 推动两岸关系取得新的成就 希望两岸双方为中华民族复兴与繁荣 共同开创历史崭新的一页 据悉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是国共两党领导人 2005年4月达成共识 决定建立两党定期沟通平台的重要形式 旨在集各方智慧 共同探讨两岸民众最关心 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各种问题 迄今已举办八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